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们的陆总还是会掌握好自己的力度的 真要是弄疼了 自己也心疼不是吗 今下用手将陆毅的手给打掉 迷迷糊糊地怒骂道 谁敢如此大胆 竟敢偷袭小爷 哼 喝醉酒了 还把自己当成女侠了 陆毅无奈 只能再一次抱起了这个醉酒的小女人 在楼下超市处 她将今下放在了超市的椅子上 细心地买了一瓶苹果醋 帮今下解酒 随后又抱起今下 往楼上走去 而今下呢 睡得迷迷糊糊 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陆毅的照顾 套路闻 陆毅来今下家早已经清车熟路了 她清楚地知道今下习惯 将钥匙放在包包的哪个阁层里面 清楚地知道今下家客厅灯开关的位置 清楚地知道哪个房间是今下的卧室 虽然心中有气 但是她还是轻轻地将今下放在了床上 忍不住嘟囔一句道 好重 随后又拿出了苹果醋 试着拍打着今下的脸 将今下强行扶了起来 对她道 把这个喝了 今下摇了摇头 道 不要 陆毅道 快点 听话 今下道 不要 陆毅道 原今下 你是不是不想要奖金了 今下道 想要 陆毅道 那赶紧给我喝掉 今下拿过陆毅手中的苹果醋 喝了两口 皱着鼻子 撅着嘴道 好酸 陆毅道 酸吗 今下将苹果醋递给陆毅 道 不信你尝一尝 陆毅看着最眼迷离的今下 只觉得心跳异常 坚定地回复句道 好 说完 辨情不自禁开始亲吻今下 而今下手中的苹果醋 不小心掉在了床上 弄湿了床褥 陆毅慢慢地品尝 今下口中的苹果醋味道 在陆毅的引领下 今下慢慢地张开了嘴 开始回应陆毅 今下的回应 让陆毅莫名地有些小兴奋 越发地放肆起来 直到今下呼吸有些困难 陆毅才放开今下 笑着道了句道 你说得没错 果然是酸的 今下被陆毅吻的呼吸 有些不顺畅 他质问陆毅道 你怎么可以亲我 你占我便宜 陆毅看着今下笑了笑 又骗他道 那我给你个机会 你可以亲回来 就当我们扯平了 今下觉得此话在理 他才不能被无缘无故占便宜呢 想到此处 今下丝毫没有犹豫 立刻起身亲了陆毅一下 随后便分开了 坐在床上得意地看着陆毅傻笑 今下的动作太快 让陆毅有了片刻威愣 他没有想到今下会如此出其不意 陆毅看着今下 问道 袁今下 你可知道我是谁 今下笑呵呵得道 知道呀 你是陆总呀 陆毅道 那你为何亲我 今下道 你让我亲的 陆毅道 我让你亲你就亲 那要是别人让你亲 你也亲吗 今下道 别人我才不亲呢 陆毅道 那为何你要亲我 今下道 因为你长得好看呀 陆毅道 只是这样 今下道 那你还要怎样 好一个墨迹的男人 陆毅道 原今下 今下道 干嘛 今下的话还没有说完 陆毅的吻便再一次地袭来 这一次陆毅要比之前霸道一些 强硬一些 陆毅的一步步进攻 让今下摔倒在床上 而陆毅也顺势压在了今下的身上 陆毅感觉自己要疯了 要被今下逼疯了 他感觉到自己要失控了 他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 略微抬起身体 看着有些动情的今下 不料今下却杀风景地说了句道 哪里来的小鲜肉 小鲜肉三个字 再一次刺激到了陆毅 该死 竟敢学习人家去追星 想到此处 陆毅坏坏地再一次吻了一下今下 不过 这次的吻与刚才的不同 陆毅故意咬破了今下的唇 想要给他一个教训 疼 今下推开了陆毅 陆毅心满意足地笑了 陆毅本想简单地惩罚下今下 可是最后到底是惩罚了谁 就不得而知了 今下怂了 虽然现场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我们的陆总 还是绅士地离开了 他不允许自己在今下 不清醒的情况下酒后乱性 有些事情 陆毅想要在今下 清醒的时候去做 陆毅有自信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可是 有人却不淡定了 待今下早醒后 发现凌乱的床铺 以及自己被咬破的嘴唇时 他慌了 他开始努力回想昨日的情景 他虽然不记得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他敢肯定 送他回来的是陆毅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隐约记得那些亲吻的画面 他觉得那不是梦 尤其是被咬破的嘴唇 再一次提醒今下 这一切都不是梦 那就是说他和陆毅接吻了 那么到底是谁主动的呢 今下晕了 急得他在浴室走来走去 完了完了 不会是小爷主动的吧 难道小爷真的抢吻了陆毅 这该如何是好呢 好 好